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貂蝉聊电影,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不求上进的故事 九月的秋天是毕业的季节,女孩玉子完成了大学的课程,对未来毫无目标的她回到了家里 那是一个安详平和的小镇,玉子开始了家里蹲的日子 玉子的父亲经营着一家体育用品店,父母早已离婚,姐姐也已经结婚,家中只剩玉子和父亲 玉子成了家里蹲后,父亲除了要看店接客外,还要照顾玉子的生活起居 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没有一刻得闲 玉子则是除了吃,睡和看漫画外,只有去便利店买吃的才会走住家门 晚上,父亲做好了饭菜,端到玉子的面前,他才从垫子上爬了起来 嘴里还抱怨着,真糟糕呀,日本 他抱怨天,抱怨地,抱怨社会,就是不愿挤 父亲听后忍不住责骂道,不是社会糟糕,而是你,太糟糕了 你什么时候才能去找一份工作 听到这番话的玉子理直气壮地回击道,还没到时候 父亲不知如何反驳,只能无奈地拿起手边的茶杯,喝口水,消消火 生活还在继续,父女俩的状态没有丝毫地改变 父亲也由一开始的愤怒到了沉默 时间随之来到了冬天,上街买东西的玉子看到隔壁还在念书的男孩竟谈起了恋爱 忍不住笑了想,然后走开 这是今年的最后一天,似乎只有在更换日历的时候,才察觉到时间的流逝 父亲做好了年夜饭,玉子却顾着玩手机 父亲看不下去,让其吃饭和玩手机中只能选择一个 玉子不耐烦地解释道,要是不趁现在发祝福短信,时间久了就联系不上了 父亲看出了玉子些许的危机感,尽管这份危机感不适用在工作上 新的一年就这么来临了,转眼到了樱花盛开的春天 玉子却剪了个头发,可似乎和想象中的有些差别 回到家的他拿起了一张简历,开始填写着 到了兴趣和特长一栏,他想了想,填下了摄影和观察人类 晚饭时玉子向父亲要钱,打算买一套用来面试穿的正装 父亲听后有些惊讶,随后点头同意 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他心中定是欢喜 拿到钱的玉子买了身衣服,来到了隔壁男孩架开的照相馆拍照 拍完照后他听着男孩,不许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 晚上,父亲喝得醉醺醺的回来,高兴地给玉子带了一件礼物 玉子打开一看,是价格不菲的手表 或许是不满父亲给自己那么高的期待,他愤怒地打开玉石门 命令父亲将表退回去 第二天在收拾房间的时候,父亲看到了玉子丢掉的简历 还有桌上的杂志,知道了玉子想当一名偶像 玉子的小心思被发现了,父亲给他加油鼓励 玉子听后却无故恼火,他讨厌这种期待被鼓励的感觉 因为连他都不确定自己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气愤的玉子坐在街上吃着大福 时间也毫不留情地来到了盛夏 穿着邋遢的玉子骑着自行车,带着大包小包的零食走在回家的路上 他巧遇了自己以前的同学 同学整齐地穿着打扮,让玉子有些羞愧 他本想装作没看到地离开 可同学却主动地向他问好 玉子尴尬地回应几句后赶紧离开 他回到家中将空调开得很低 然后紧紧地裹着被子 说是这样的状态才最舒服 晚上,父亲带着玉子到朋友家做客 从父亲朋友的口中,玉子知道了 他们正在给父亲介绍相亲对象 玉子好奇地打听了女方的消息 直到她也是一名手工作品的老师 自己开了一家作坊 听说了父亲可能再婚后,玉子的心情很是复杂 第二天,他找到隔壁男孩让他帮自己一个忙 男孩嘴上说着,自己很多事情做,不像某个闲人 却还是可怜玉子没有朋友,答应了下来 玉子让男孩去女方的手工作坊打探情况 在基本了解女方后 玉子回到家里不停地说着女方的坏话 他的行为惹怒了父亲 他责骂玉子,没有亲眼看到,就在瞎说 不服气的玉子第二天亲自去到了作坊 却不想,女方是个温柔且善良的人 玉子向其表明了身份 并吐槽到,自己已经23岁了,还整天无所事事 父亲一开始还在责骂 现在却不管不顾了,真是不合格 看着玉子吐槽自己和老爸的样子 女方不禁笑了起来 离开了作坊的玉子给母亲打去了电话 母亲冷漠的态度,让玉子觉得不可思议 母亲却解释道 我们早已经分开 姐姐已经独立了 孩子说这种话的,只有玉子 你也是时候去追求自己的生活了 听了母亲的话 玉子似乎暗暗地下定了决心 回家的路上她经过了列车月台 上次偶遇的同学正打算乘坐列车前往东京 因为要离家 她不舍地哭泣着 这一次玉子没有躲开 而是扬起手和她告别 也是在和以前迷茫的自己告别 晚饭的时候 玉子向父亲坦白 自己和女方接触了 她还是个不错的人 这一次换我给你加油 父亲听后回应道 你搬出去吧 夏天过后你就从家里离开 找工作或者无所事事都好 总是先离开吧 玉子听到后回了一句 合格 父女俩都知道 时候到了 第二天一早 玉子帮着父亲开店 像开头的父亲一般 尴尬地晾摔着衣服 父亲坐在屋里打着瞌睡 玉子趁着冰棍 对隔壁男孩说道 夏天过后 我会离开小镇 他问男孩 你的小女友呢 男孩回答 分手了 感觉是自然消失了一样 玉子很是理解地回应道 就是这种感觉 影片也至此戛然而止 春冬秋夏 自然地变化更替 像是不求上进的玉子 在这一年中慢慢变化 成长 夏天还没过去 但总会过去的 玉子也将走出家门 去追求未来的自己 好了 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都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